批语撒 好不好 你不必可怜我 可怜你 为什么 你怎么哭了呀 为什么 本来我不想说的 昨天那时候气 受冷落 怪我什么事 我去看他可怜 他这样特别地软弱 我也觉得吧 小镇他是个明白人 我说一说 他就会定定点好一些 那结果呢 以外不是 我简直是个猪大剑 说了就说了嘛 为了这个伤这么大心 犯得着吗 我不是为了这个伤心 那为了什么呀 为你 我 我觉得吧 我好不容易在你面前 留下点好印象 这些全给不换了 我没有分寸 我布置身前 我直通通硬八八 我没有一点女人玩我 不光是这些吧 还有呢 你说 只要你说出来 我都能给 热情 善良 直率 极恶如仇 我 你 你 真的吗 走吧 这回 是真的吗 小山哥 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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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肖总 您走后台湾险教授那边 我就看情况处理了 那都怎么处理啊 据了解 那保姆干得不错 他们家很满意 我想再等一段时间 通过那保姆 跟他们讲明实实真相 然后再告诉他们 这保姆是咱们给他们请的 还花了二百五十块钱作为奖金 嗯 用这个作为交换 让他取用咱们的贵宾 当然我不会直着这么说 不管你怎么说肯定会失败 怎么呢 这个人我见了 百门不如一见 正如你说的那样 他是一个典型的学者情的教授 我一定要跟他见面 跟他开诚不共地谈谈 就谈我们的贵宾 我们的产品 是世上最好的 在他那里 这是让他支持我们的 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希望 那请保姆的事情 就算我们帮忙了 二百五十块钱的奖金怎么办 没法下账 孝正 亲爱的 你来了 来 我太太 这么漂亮 小琪 你好 你好 我还没说完 我的工资 不是还在总部领吗 那二百五十块钱 就从我工资里扣 不和太太商量一下 我工作上的事 我太太一向都是非常支持的 那好 我明白了 再见 再见 二百五十块钱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你就别操心了 那 那我们现在该走了吧 去哪儿啊 不是说好了给你买衣服吗 点点 你看 我这儿好多东西还没有收拾呢 很多事情我还没有交代 要不然这样吧 我买衣服的事 就由你来代理了 那 那你都要走了 也不陪人家上一次接 太过分了吧 好 我陪你去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吧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吧 你俩穿人特舒服 嗯 不错 我也来一件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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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嗯 差不多就行了 再是啊 闹得人家夫妻都产生矛盾了 好看吗 好看 真的 真的 小姐 这件衣服也开个票 好 请稍等 谢谢老公 小姐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迷人了 怎么了 你刚刚知道吗 小语啊 嗯 你身体不好 歇会儿吧 没事儿妈 你给慧阳打个电话 让他回家吃饭 咱们家这边 离他们单位远 能远几步啊 家里热汤热水的 总比他一个人在那凑合强 等他打电话来再说 你看你 你等他他等你 你们俩都不打怎么办呢 都不打就算呗 你自己说的啊 妈 行了 我看呀 散了也好 谁啊 阿姨有钥匙啊 我去看看 谁啊 不 没吃 小语姐 阿姨呢 阿姨在屋里呢 快进來 阿姨 阿姨 明志啊 阿姨 真是你啊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呀 我能找到一份工作 你看你 你走也不跟我说一声 你知道我那天上了 一个人在家等你 我等得心多急呀 又是报警又是什么的 你走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阿姨 我写了信呢 你们对我实在太好了 我实在开不了口 好了好了 阿姨对不起 没事 我给你带了些吃的 都是对你的病有好处的 明知啊 你这头发是怎么了 你懒得 你看你 以前两根小辫子多好看的 现在怎么弄得像个稻草堆似的 妈 这您就不懂了 现在都心这个 这叫酷 不行 明知 来 坐着 明知啊 你告诉我 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啊 阿姨 我知道您担心我什么 明知不会学坏的 这么些年了 明知跟在叔叔阿姨身边 做了那起码道理是懂的 你回答我的问题 阿姨您看 我的影集 马上 明知 林露 妈 这 不做得凯吗 哎 这好像是那个台湾演员叫什么来着 叫潘奕君 对对对 潘奕君 呦 妈 你喜欢的寺青冈啊 你怎么会跟她在一起照相啊 嗯 我现在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专门跟明远言合影啊 阿姨 我怕您对我不放心 所以特地带了这本影集 算是做个证明 是吗 我现在在剧组里工作 职务是制片人助理 制片人是干什么的 制片人就是剧组的总领导 那你是他的助理了 什么助理 叫着好听罢了 其实啊 就是专门照顾制片人生活的 跟家里干的活差不多 跟家里不一样的事 你就得跟着到处跑 他到哪儿 你就得跟到哪儿 这次我来北京 就是跟着剧组来的 是吗 林志 那你一定去过不少的地方吧 我还去过巴黎呢 你还去过巴黎呢 是吗 我只能说 气管切开对病人有好处 对控制肺部感染有好处 那对脑袋有什么好处 肺部感染控制不住 肯定会影响到头部吧 对不对啊 那 那住院要十几天 我们到哪儿去找那个钱呢 喂 谭教授啊 你好 我是肖正 你好你好 你稍等一下啊 你们先去商量一下 尽快下个决心 病人不能再等了 好 可是主带 我们找不到任务前 怎么办呢 走吧走吧 请 再见 潘主任 请坐一下 小镇啊 你说 潘教授啊 看来您挺忙的呀 那我就不打搅您了 咱们能不能约个时间面谈 你有什么事啊 是有点事 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 我看看啊 今天可能不行了 下午还有个研讨会的 那晚上怎么样 晚上我去您家 正好 点点想去看看小语 嗯 那好吧 行 就这样啊 嗯 点点 晚上跟我去小语家怎么样 好啊 那天陶然批评了对 我竟忙工作了 对你照顾的不够 等我到厦门以后 一切安顿下来 如果可能的话 把你接过去怎么样 你也别太为这事儿费心思了 不就是半年吗 很快的 点点你真好 灵芝啊 这多好看啊 哪儿拍的呀 这在组里拍的 啊 阿姨 啊 我下午去买点海鱼 烧好了给慧阳哥送去 我呀 我去巴黎的时候 给她带了点小礼物 南氏香水 南氏香水 嗯 灵芝真是见大失眠了 小语啊 你看怎么样 让灵芝跑一趟吧 小语啊 小语 每回闹矛盾 不管对错都是我的错 都得我让步 我都烦了 慧阳是病人吗 那他要真的一辈子是个病人 我就得一辈子这样子跟他过下去啊 我现在啊 彻底理解你爸爸的心情了 妈妈 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一样小语 都一样 这个问题啊 咱们也不能老躲着不想吧 你爸爸就是一个例子 生生给我拖了十几年 眼睛一晃 就五十出头了 五十多怎么了 五十多的男人一枝花 我就是想说这个问题 别看我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我心里明镜似的 不知有多少年轻漂亮的女人 盯着我这个位置 只要我一松口 妈 小语 可你不一样 你是女孩子吗 女孩子的好时候没几年 咱们拖不起 也不轻拖 明知 你看到了吗 事一到自己女儿头上 就完全不一样了 多伟大的母爱啊 小语 妈跟你说是正经话 你别打成了 妈妈 我不能 小语 我也是个好孩子 根据她现在的情况 如果她自己不提 你可千万不能提呀 妈 我不说这个了 来 妈 喝点水 好 不说了 嗯 来 妈 喝点水 哎 你在这的时候每月多少公司 四百五啊 哦 有奖金吗 奖金 没有 我每月有二百五十块钱奖金呢 不过呀 不如他们家给 是找我哪个 找我那家给 是什么来的 哦 优客公司 优客公司 小证 吃饭了 再等一会儿啊 马上 你不是说今天要到谭教授家去吗 哦 对了 准备这么丰盛啊 洗手 洗手 遵命 凌芝现在是成熟多了 那是 人家凌芝现在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 小语姐 我得给慧阳哥送饭去了 对啊 哎 明知 他们别撒了啊 知道了 阿姨 这个保姆是谁帮你们请来的 是小语姐的同事请的 不对啊 她说是什么优客公司的 为这个 每个月还给她两百五十块钱的奖金呢 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啊 优客公司 这 这明月好像挺熟啊 颜颜的老公 肖正 肖正就是优客公司的 肖正 你觉得 隐形吗 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也没底啊 我现在心里也没底儿啊 我现在心里也没底儿啊 работу 行 他啊 去肖正 去吧 去吧 小心 放心吧 一定没事的 来了 小雨 丁丁来了 你好 你好 萧正 快快快快 进来 爸 丁丁和萧正他们来了 霍阳哥 吃吧 这是平鱼 是你最爱吃的 这个呀 可是小雨姐让我给你做的 吃完了 咱俩一块回去 把小雨姐给接回来 别不把她当回事儿嘛 在我们老家 女人流产 都得做小玉子 都给鸡蛋吃的 她在她 她那里 有她爸有她妈 还有保姆 别在我这里墙啊 话不能这么说呀 她都已经结婚了 不能总待在娘家 这里再不好也是她的家 她既然嫁给了你 她就是你的人 就应该跟你在一起 不能弄好与坏的 不能弄好与坏的 凌智 你小小的年纪 怎么那么多 说到哪 去吧啊 霍阳哥 看到我的面子上 咱是个男人 不能跟女人一般见识的 本来啊 我想让她 在那边多养一段时间 既然这样的话 我去接她回来 看她灵芝的 面子上 嗯 哦 对了 霍阳哥 嗯 我去巴黎 还给你带了件小礼物呢 什么 男士香水 不喜欢啊 也不知道你要什么 看他们都买了 也跟着买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还是用 用这个的人吗 我用这个呀 让人家笑话 现在不用 先放着 总有能用的一天的 你这样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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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 他们谈得怎么样了 你放心吧 只要药真的好啊 我看没问题 丁丁现在也知道 关心老公的事了 讨厌 你睡 就你一个人啊 啊 啊 他呢 他呀 在后边呢 骑车子过来 哎 他说什么呀 他说 来进去回家 丫头 妈 那霍阳一会儿过来接我 我瘦瘦的东西啊 快去吧 丁丁 你先坐着 好啊 我好啊 你先坐下 你再来 有件事也要跟我说实话 我们家那个保姆 究竟是谁给招来了 是我 是我手里的一个职员 听说你们公司还给他发奖金呢 为什么 起初是为了感动您 但上次咱们见面以后 我发现不应该这么做 所以这次才只跟您谈我们的产品 不谈其他 那这个保姆的奖金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啊 先从我工资里靠 以后怎么办再说 这个钱我会想办法还你 但是同时 我会认真对待你们的VIP 行吗 谢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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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早啊 再见啊 好 谭教授在留步 好 来来来来 我会跟你联络的 放心吧 是干事的人 让您多费心了 谢谢啊 谢谢 再见 好 再见 你这几天都吃的什么 还能吃什么呀 面条 对不起啊 说什么呢 为了我 你说的委屈已经够多了吧 知道就好 你干洗澡了 睡上得有味儿了 体力狼尘嘛 体力劳动者也应该讲卫生啊 你把怎么寄出来 把这事给我撞了 师傅对不起啊 你自己开什么 你不看后悔 你怪谁啊 怪谁啊 你怎么怪谁啊 你把我车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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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他把我车转了 他给我打架了 我车转了 车照光了没有 他不知道呢 算了算了算了 让他走吧 我不是来修车啊 咱车装这样 你看他这样 还修得起吗 没事 这家现在简单又是个书屋 小语 小语 你不要表演了 什么 为了我 你承受感已经够多了 应该放松一下了 我这个人有时候是脆弱 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你到底想说什么 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前前后后我想既然已经这样了 就要试炼 面对你 逃避抱怨都没有任何的 任何的意义 其实想的最多的就是你 我 你 你的前途 你的幸福 你的人生 小语啊 我们该分手了 我 你知道的 那天是我不好 我不该赌气 不该一个人坐车走了把你扔下 不是为了那些 那是为了 你看你 你明明知道 我不知道 你要是硬说不知道啊 那我也没有 没有办法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说 我 那 好 我说 我跟你在一起 我有 我有压力 什么压力 小语 你别装了 你心里很清楚 像我一样清楚 我们两个 已经不颁配了 已经不颁配了 天堂 有谁 自己四边要求低定 你要求 好 小 不得爬树 这就难了 最好能一见一致 等我一下 我马上来 你还真的要睡山坊呀 这山坊才一米七 约已经翻水了 就得见你 你放心 没有人想非礼你 喂 喂 喂 小雨啊 我是点点 你在干嘛呢 有什么事吗点点 哦 萧正今天走了 她去厦门了 厦门那边不是开了个分公司吗 她要去半年呢 本来她说 点点 我们改天再聊行吗 好 再见 喂 床是双人床 我这人 讲原则 那好 我睡这儿 你去睡床去 我根儿比你矮 我睡这儿 你睡那边去 我根儿比你矮 烦不烦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太虚伪了 好好好 我不虚伪 你睡这儿 睡睡睡睡 睡死也没人管你 睡觉 乖 是 是 叮咚 想说顺利吗 非常顺利 好香啊 好香啊 尝尝 刚做好的 我给手术师打电话了 我恰准的时间下的 童韵 接吧 喂 喂 陶然 我是点点 你在干嘛呀 你好点点 有事吗 萧正今天走了 他去厦门了 厦门那边不是开了个分公司吗 让他去当头 这事我知道 你有别的事吗 我想跟你说 那天的事特别对不起 没事 我理解 可是我还想跟你谈谈 我觉得 我今天这里有点事 对不起啊 吃素点点 嗯 你快吃吧 都凉了 凉芝 你小维姐她不在家 我知道 我刚从她们家里过来 她就在自己家里 那 她怎么样了 都快让你给气死了 霍阳哥 人家小姐怎么对不住你了 你非要羞惹人家 凌芝 你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 你自己心里明白 霍阳哥 不是我说你 你这叫身在福住 不知福你知不知道 你出去看看外面那些女孩子 以前我们有资格说 见识少 现在见识多了 对 不比你们少 而且比你们还多呢 像小维姐这样 知情知意讲感情的女孩子 你是找不着的 这些让你碰上了 碰上了你不好好珍惜 我很珍惜她 珍惜 你就这样珍惜 天天气她 你还 你还和她 分居 我正因为珍惜她 所以我才这么做 这一切的 目的 都是为了她好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废人 就是一个 废 废人 她跟我在一起不会有 不会有任何前途的人 可是小维姐 对你一点都没有变啊 现在是没有变 那你就不能好好跟她说吗 我跟她好好说她能听吗 所以你才那样 可以 可以 是 你是世界上 最好最好的好人 我不是什么好人 我 只是比较 清醒 林芝 我说的这些话 你不要告诉小绵 好吗 我不输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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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 你包掉了 咱们把这个包交给警察叔父好不好 好 好 小鱼啊 徐医生 气死我来不倒 是吗 小鱼 怎么了 眼圈都黑了 别提了 她又折腾了 守不自已犯贱 你们认识到这点就好 按我说 她是对的 是明智的 这是早晚的事 是吗 想到从前 像她从前那样 回事 我的心要疼 看你现在需要的 是理智 我想顺其自然 知道我的心 能够接受离开她的生活 好 好 好 上班的时候干正事 下班以后再聊 去吧 喂 您那儿叫谭小雨的吗 麻烦您找了一下 小雨电话 知道了 你快点 她说她是公安局的 喂 您是谭小雨吗 我是 我这儿有一个包 里边有一个电话本 这是您的名字 她是送车祸的吗 谁 她人没事吧 你说谁啊 哦 我是说 不是什么人撞车受伤了吧 不是 不是 五 要求及有关说明 一 首先要求每位专业技术人员 要正确认识竞聘上岗的重要性 并积极参与 和支持这项工作 以保证竞聘工作的顺利展开 其次 遵循双向选择个人自愿的原则 积极报名 第三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公事的原则 以确保竞聘上岗的严肃性 不禁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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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一个情况 要向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上一次 谭小雨 灌肠出擦硕的事情 经请是 考虑到她一贯的工作表现 还有这次擦硕的性质和严重性 保留她的禁岗资格 谢谢护士长 小机都是 好 他们也是 那么下面呢 我要说一下具体的 什么 止血带扎了八个多小时 上午谁给输地 他 谁 赶紧 公子主队 主子抢救 谭教宇跟我来 谭教宇在倒霉了 扎了八小时止血带也不说 木头啊 准备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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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准备他们都去了 也不知道谭教宇 这次命运会怎么样啊 后来这种命运会怎么样啊 必要失误吧 肯定是有的 要是制裁的话 情者 事故 重者啊 肯定就得开除 要是死的话 那肯定就要追究刑事责任了 别说那么悬 至死 怎么可能 讨论怎么不可能 从理论来说 什么都是可能的 记上你的乌鸦嘴 来 走走走走 看看看看 许亮 怎么样 手术室 手术室 从病理形态学观察 肢体缺血十个小时以内的组织 即可呈轻度病变 当松开止血带之后 组织释放的大量毒素被吸收 导致患者胳膊的肚胀坏死了 虽经抢救 患者的肢体得以保障 但造成了严重功能障碍 并直接延长了患者病毒 结论 二级医疗事故 处理 故事谈消语 是师父的主要责任者 给开除工职 留用查看一天处分 留用期间 不得做临床护理工作 带分配 妈 你回来了 哦 李逵 我的拖鞋呢 我怎么知道 你出来你帮我找 出来啊 我拖鞋呢 你不能好好说话呀 不能 那我不找 找去 不找 找去 不找 找不找 找不找找不找找不找 都这种时候了 你必须亲自出面替小雨说话 去找院长今天晚上就去 这种事啊 一早不予迟 你们院长不会博你的面子的 老谭 老谭 这关系到孩子一辈子的事 你不能太自私了 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 不是 他就不想要不要 你要去哪儿 看不见 你不想要去哪儿 想要去哪儿 你不想要去哪儿 也不想要去哪儿 不想要去哪儿 你不想要去哪儿 我해도你哪儿 小明姐 我想跟你谈个事 我想最好能面谈 你现在有空吗 好 那我现在就来啊 好 再见啊